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你别忘了,你姓周,你从小到大的吃穿用度,都是我和你爸爸给的,没有我们,你还是在外面被别人高高捧起的周家大小姐吗?可是妈妈,我从来没有因为是周家大小姐,被别人高看过,反而,他们都在背地嘲笑我。 我,明明是双胞胎,你们却让医生先将左边的我抛出来,让我当姐姐,让右边的周斥当弟弟。 而姐姐的这个标签,成为了我一直忍让的锁链。 周斥抢我玩具,你们就会说,我是姐姐要让着弟弟才对。 周斥要我陪他下珠子棋,我不想玩,你们骗要我陪他玩。 周斥要坐我背上当马棋,我不愿意。 你们说,我当姐姐的怎么这么小气,让弟弟坐一会都不行。 为了让你和爸爸能喜欢我一点,我乖乖听话,四肢跪在地上,让周斥骑上来。 他兴奋地坐在我背上喊价,价价,你们在一旁开心地陪他一起喊。 而我在下面苦苦硬撑着,因为周斥吃得像个小胖球。 小时候,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更偏爱弟弟一点。 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讨好你们,做一个懂事的孩子。 我努力学习成为第一名,我参加各种比赛拿奖。 生病了,也不敢麻烦你们,一个人裹着厚厚的被子。 捂出汗就好了。 我学你们喜欢吃的菜,做给你和爸爸吃。 可是你们只会抱着哭泣的弟弟哄着。 你们只会张口闭口都是弟弟。 我麻木地站在那里,泪水慢慢地浸视我的眼眶,眼泪突然滑落,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。 我不想哭的,因为我知道哭也没用,妈妈还是会让我嫁个一个陌生人。 桌子上的水杯,砰的一声,被妈妈摔在地上,玻璃片迅速散落至我的脚边。 一片玻璃煞石划破我的小腿,血株滋滋冒出,往下掉。 妈妈说,周淼淼,你哭什么哭,齐家可是省里的首富,齐玉是齐家的独子,齐家的东西以后都是她的。 你嫁过去,就是享福的,有什么可委屈的,市里那么多名媛,挤破脑袋都想嫁给她。 齐玉个人能力优秀,身边从未有过什么莺莺艳艳艳,这么好的男人,你知足吧? 我知道我逃不脱的,从小到大忍气吞声太久,渐渐也忘记了反抗的勇气。 我闭上眼睛,哽咽说道,妈,我嫁,我嫁还不行吗? 妈妈走过来摸摸我的肩膀,温婉说道,妈妈就知道,你是个乖孩子,她全然忘记了刚刚发脾气的样子。 妈妈说,腿还疼吗?她朝楼上喊道,刘姨,快拿药箱来,给苗苗止血,我以为她看不到呢? 原来,她一直都知道我的腿在流血,她只是在等我低头。 我低头了,顺她心了,她才会向我施舍,她的一点点关心。 我的那个弟弟,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 周斥被绿了,找了许多人把齐玉打了,最后才发现自己打错了人。 可是齐家怎么会放过她? 放言,要她永远待在牢里,她可是独苗,我爸妈拼死,也要保住她。 我不明白齐家为什么会指明要娶我。 她齐玉根本不差老婆。 她要想找,省里的女孩子肯定分支她来。 齐家出了谅解书,周斥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。 她出来了,而我们都得去接她。 她走出大门,笑得像个地体流氓。 周斥说,姐姐,你得多谢谢我呀。 不是我,你能进齐家的大门。 我没好气地说了句,既然你这么喜欢齐家,不如你嫁给齐玉吧。 妈妈说,苗苗,你说什么呢? 你弟弟怎么能嫁给齐玉? 我说,妈,万一齐玉喜欢的是男人呢? 我妈一巴掌打我背上,说道,瞎说什么? 你弟弟可是要娶媳妇。 给我生孙子的,周斥一脸得意地向我看去。 我转头望向窗外,不再争论。 妈妈问,马上毕业了吧?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是什么意思,我点点头。 他说,马上要嫁到齐家去了,就别找工作了。 做好齐玉的贤内住,给他家生下一个男孩,你的地位就稳了。 我皱眉反驳道,妈,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,我也想到学校教书。 妈妈说,教书。 当老师能挣几个钱,你的任务是为齐家生下孩子。 我闭嘴不再说话,不管怎样,我都要工作。 我不想当一个每天只会等丈夫回家的女人。 妈妈说,你爸爸已经安排好了。 后天,两家人就见个面,把事情敲定下来,我将车窗全部摇了下来。 当所有的风横冲直撞到我脸上时,我才感受到零星的自由。 周斥大声说道,周淼淼,冷死我了。 把窗关上,妈妈说,苗苗,别把你弟弟冷感冒了,快把窗子摇上去。 我说,嗯,见面那天早上,我妈拿出了一条高定裙子和一串钻石项链。 说来搞笑,我家虽然不及其家,但是也算上层圈子的人。 可是我穿的,从来都是几百块钱的衣服,而我弟弟穿的,都是某品牌的私人定制。 所以没人会与我这个不受宠的周家大小姐一起玩。 妈妈说,苗苗,这可是你爸在拍卖场。 特意给你买下来的项链,好几百万呢,去试试。 我说,妈,不用了吧,如果奇遇没瞧上我,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嫁人了。 妈妈说,你这傻孩子,说什么呢?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,当然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 那为什么十八岁成人礼的时候,也只是让我随便穿穿,我没问出口。 我们到饭店门口时,便见到了在路边等待的奇遇。 知道会和这个人结婚后,我去网上搜索了有关与他的消息。 奇遇二十三岁时,就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国,接管了和年集团的总经理。 二十五岁时候,他爸爸就退位,由他接任总裁位置,短短两年时间,就让和年集团的股价翻倍上涨。 超过了家美集团,稳坐本省首富位置。 他本人却非常洁身自好,一直以来身边都没有过女朋友。 这么优秀的男人,我想,可能心里早就有了深爱之人吧。 奇遇为我妈打开副驾驶,礼貌说道,伯母好,伯父好,我妈脸上的笑意从见到她开始,就没有停止过。 妈妈说,让你久等了。 好孩子,我爸也是一脸满意地点头。 奇遇说道,应该的伯母,周翅推开车门,就亲切地喊道,姐夫,奇遇微微点头,望向我。 他说,你便是苗苗吧,他的声音很像夜晚山间里,匆匆流淌在石头上的清泉声。 温润低吟。 我说,嗯,你好,奇遇,我是周苗苗,他轻轻吵我一笑,说了句,嗯,上去吧,在饭桌上,他们讨论起了彩礼。 当我爸爸狮子大张口,要添合项目的百分之十股份时,我挣住了。 我知道,这个项目是我爸爸靠着此次联姻才得以入股。 换作以前,奇家根本不屑与我家合作。 这个项目是由四个家族合伙的,当然最大的一头是奇家。 我家只占了百分之十三的股份。 如果奇家转让了百分之十,那他们就会和排在第二的蒋家一样多。 项目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而明明是我家欠奇家人情,他们怎么好意思,此时整个包房都陷入了沉默。 我抬眼注视着对面的人,希望他千万别答应。 视线一下被他捕捉住。 他安抚向我一笑说,好,我答应了。 奇遇爸爸说,奇遇你,奇遇说,爸,我想清楚了。 他的回答坚定地不容易一丝反驳。 他爸爸深叹一口气,不再说话。 我头脑发猛,不明白,他为什么要因为我牺牲这么大的利益。 周斥用胳膊捅了捅我,低声说道,姐,想不到你魅力这么大,能让奇家送这么大份礼给咱家,你是不是早就和奇遇勾搭在一起了? 我努力在脑海里搜索奇遇的身影,但我很确信,我从未见过他。 我爸举起酒杯。 笑盈盈说道,那就这样定了。 女婿,奇遇起身碰上酒杯,一饮而尽。 一个月后,婚期如约而至。 这场婚礼十分低调,除了两家人的亲戚,没有其他宾客。 我最好的朋友,我也没有邀请。 我拒绝了爸爸的陪同,一个人穿着婚纱走向了奇遇。 他站在台中间,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。 那一刻,我仿佛有种错觉,好像我嫁的就是爱我之人。 这不是一场冰冷的利益交易婚姻。 夜晚我在婚房等着奇遇。 外面的脚步声游远到近。 房门被推开,奇遇白皙的脸庞渲染了一层淡红色,双眼迷离看向我。 脚步也有些不稳,我上前扶住他。 他身体重量一下向我压来。 我俩摔倒在床上。 他声音沙哑地喊道,渺渺,渺渺,拙劣的气息,一阵阵扑向我的颈部,引得我身体一颤。 身上人的重量,压得我胸口喘不过气,我用力将他推到一旁,帮他把鞋子、外套以及领带一一脱下。 喝醉了也挺好,避免了尴尬的一晚。 早上醒来,身旁的位置早已冰凉。 我洗漱好下楼,意外见到了坐在餐桌旁的奇遇。 他说,起来了,一起吃早餐吧。 我坐过去,阿姨才将早餐端上来。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,从来没有人等过我。 在家的时候,都是我等着爸爸妈妈起来后一起吃。 有一次我拉肚子了,等我收拾好出房门时,才发现家里只剩我了。 可是明明每天,全家人都会等喜欢拖延的弟弟。 我垂头轻声说道,谢谢,奇遇一惑看向我。 问道,谢什么? 我抬眸微笑摇头。 迟疑了一会,我开口说, 我可以,他嗡了一声,伪掉上扬,似乎很有耐心的样子。 我说,我可以工作吗? 我不想在家待着,我期待地观察着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。 他眉眼舒展,嘴角上扬,说道, 当然,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 我双眼煞时亮起,激动向他道谢道, 谢谢,谢谢您。 我其实没抱太大的希望,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。 他说,淼淼,我是你的丈夫,没必要向我客气,你可以依靠我的。 他神情很认真,我的心也漏掉了半拍。 依靠吗? 我回答道,好,我通过面试,如愿进入当地一所小学授课。 随后,顺从了自己的内心,将这一刻的喜悦分享给了奇遇。 他秒回了句,我家淼淼真厉害,我抱着手机傻乐。 以前,我努力考试考到班上第一名,兴奋地将成绩拿给妈妈看。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, 哦,知道了,有时间多帮帮你弟弟,可是奇遇会夸我。 周淼淼,听见有人喊我,回头便看见了方一周。 我点点头。方一周问,你怎么在这儿,他看起来很高兴。 我却隐约有些担忧,方一周在大学时候追过我,我拒绝了,但是他还是依旧死缠烂打了我好一段时间。 大概是因为对他第一印象不太好吧。 因为他明明有女朋友的时候,就经常发消息骚扰我。 没多久,就听见他和他女朋友分手的消息。 接着他就对我进行猛烈追求,刚开始还有人误会,我是别人感情的破坏者。 直到最后,我也没同意和他在一起,流言蜚语才渐渐平息。 我说,我来看面试结果,顺便逛逛。 他问,怎么样,通过了吗? 我点了下头,不想多说啥,只想快点结束聊天离开。 他说,太好了,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。 我也被这所学校录取了,我干巴巴说了句,恭喜啊,我有事先走了。 晚上回到家,我做了一大桌菜,想和齐玉一起庆祝。 等到半夜,也没见他身影。 心底有些失落,明明已经约好了。 我坐在沙发上渐渐感觉到困意,眼皮慢慢合上,睡了过去。 迷迷糊糊之间,我感受到脖梗畜的湿液和浓厚的红酒气息。 我意识到是什么的时候,倦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亲吻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清澈响亮。 齐玉,我不明白我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娇柔,让我害羞得无法再敢开口。 他抵着我的额头,沙哑地说道,嗯,醒了,我在他怀里点头。 他一手托起我下巴。 四目交汇,绵长的呼吸声,也清晰可闻。 另一只手的指腹一下一下揉搓着我的唇。 昏暗的落地灯,凌乱地洒在我们身上。 他眼底的缠绵,交织着我的目光,让我无法动弹。 他问,可以吗? 渺渺,我鬼使神差地点头。 一秒,滚烫的身体贴了上来。 我坠入了这场朦胧的融融月色中。 我和齐玉之间的感情,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。 他会每天早上亲自送我到学校,再去公司。 下午,即使他没下班,也会先让司机来接我。 其实,我可以自己坐地铁回去的。 但是我却很享受被他的照顾。 下课了,我急于回家,又被方一周缠住。 他问,周淼淼,你住哪? 我有车可以送你。 我礼貌拒绝道,不用了。 谢谢。 方一周像是没听见一样。 继续说道,我技术很好的。 我突然停住脚步,惊讶地看着校园门口的那个身影。 片刻,确定后的我,飞奔到他面前。 我问,齐玉,你怎么来了? 我尽力压着内心的喜悦,不想被他瞧出来。 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发烧,说道,来接你,我们一起去参加个晚会。 我说,好,滑灯闪烁的大厅,人来人往的笑脸,让我顿时感觉呼吸困难。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了。 他似乎察觉了什么,抹扎着我的手背。 说道,别怕。 我焦躁不安的心,一下被抚平。 齐总,男人向前与齐玉攀谈起来。 齐玉朝我说道,去吃点东西,一会我过来找你。 男人笑了笑,说道,齐总对太太真贴心啊,我心情就像吃了棉花糖一样甜腻。 我到自住餐处,夹起一块蛋糕,身后响起一个女生,你便是周淼淼。 我回头看见,三个女生目光轻秒地打量着我。 我还未说话,他们又讽刺了句,长得也不怎么样吗? 哎,你是怎么勾引得齐玉取你进门的? 我不想争吵,给齐玉带来麻烦,转身离开。 他们抓住我的手臂,不准我走。 他们说,上哪去? 问你话呢? 举着香槟的服务员路过,其中一女的故意推散。 酒瞬间洒在了我的礼服上。 几个女孩哈哈哈哈大笑,引得周围人纷纷看来。 我垂着眼眸,无促地抠着指甲。 突然,我被拉入一个熟悉的怀抱。 齐玉以保护的姿势,将我圈在怀里。 正色厉生地说道,请向我的太太道歉。 刚刚还在轰然大笑的他们,一下收敛住了笑容。 齐玉说,是不想和我齐家合作了吗? 他们脸色顿时惨白,一个个弯腰,鞠躬地向我道歉。 对不起,对不起,齐太太,齐玉冰冷地说道。 滚,我第一次见齐玉发火,她平时对人很温和,但又带着淡淡的疏离感。 我抬眸看向她,说道,齐玉,谢谢你,从小到大,第一次有人坚定地维护我。 和别人发生矛盾,不管对错,父母都会压着我给对方道歉。 齐玉将我紧紧搂在怀里,说道,乖,没事,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 我眼眸中的视线逐渐模糊,一颗泪珠,滑落在她的肩头,随后消失不见。 我无比清楚地知道,我沦陷了。 临近下班了,收到群里通知说,明天教师节,今天与文祖的老师一起聚个餐。 我其实不想去的,但是必要的社交,没办法推托。 地点定在了五星级酒店,还挺下得了血本的,我不想和大家一起,就拖着最后一个人单独过去。 推开包房门,我顿住了脚步,怎么布置得像求婚现场似的,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包房,准备转身离开。 就听见有同事喊我,周淼淼老师,进来呀,我向前几步,就看到了全貌,粉色的气球,花瓣,全场的目光,看着我。 我心里顿感不妙,果然下一秒,方一周就抱着一束花向我跪下。 还未等他开口,我鞠躬说了声,对不起,跑了出去。 我对方一周的厌恶上升到了顶点。 我不明白,怎么就有人脸皮这么厚。 第二天,就看到同事对我奇怪的目光,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我没太在意,我想,应该就是昨天那场闹剧的原因吧。 几天后,我被校长叫去了办公室。 校长开门见山地说道, 周淼淼老师,现在学校都在传你被包养的事,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? 我诧异道,包养,我的眉毛拧坐一团,这种莫须有的事,怎么传出来的? 我说,校长,我在静校时填写的资料上是已婚。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,方一周老师说,亲眼见你上了一辆千万豪车,随后也有同事说,经常见到校门口接送你的豪车。 我说,校长,有没有那种可能,那就是我自己家的车,虽然是齐玉买的,我心里默默补充道。 他沉思了一会说,你先回去吧,我们会核实清楚的。 我点头出去,静止去到方一周在的办公室。 我问,方一周,是你传的我被包养,我的第六感告诉我,就是他,我熟知他的人品。 他将手中的笔扔桌子上,双手抱毙,一副欠打的表情说道,难道不是事实吗? 周淼淼,你大学时候,连一百元的聚会都没钱参加,才隔多久你就坐上豪车了。 我将手中的书砸在他的身上,怒吼道,你有病吧?方一周,我不是没钱,是不想参加,我坐的也是自己豪车,关你屁事。 方一周说,你的豪车?周淼淼,你上的是本省首富奇遇的车,他伸手指向办公室里其他的同事,说道,你问问他们,不止我一个看到你从豪车上下来。 被指的人眼神闪躲,又赶紧埋头,假装没听见。 随后他翻出手机,将新闻对在我面前,说道,你自己看看,新闻标题是,某学校冒美女教师被本省首富奇遇包养。 照片也有。 我没想到,这件事已经闹得上了新闻。 我说,方一周,难道我结婚,还得告诉你一声? 他讥讽一笑道,周淼淼,就你。 哈哈哈哈,你是不是得妄想症了? 居然幻想自己是奇遇老婆。 这时,一个弱弱声音从办公室某个角落发出来,和年集团发声明了。 那是总裁老婆,结婚证都晒出来了,方一周的笑脸一下子凝固了,不可置信地抢走我手中的手机,翻了起来。 突然,他瞪大眼睛盯着屏幕,随后又看看我。 他慌张地拉住我的衣袖,说道,苗苗,那谣言真不是我传的。 我发誓,我一把甩开他的脏手,说道,别碰我,你好自为之。 方一周瞬间摊坐在位置上,眼神涣散,失了魂。 后来他主动离职了,我知道,里面有奇遇的手笔。 我的胃口渐渐不佳,是睡。 虽然没吃过猪肉,但是好歹见过猪袍。 我去药店买了几支燕运棒。 和我预想的一样,真中招了。 我轻轻抚摸着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, 暗暗发誓,我一定,一定要做一个不偏心的父母。 我将燕运棒藏在盒子里。 明天就是奇遇的生日,我想把这个当作礼物送给他。 这天,奇遇回来得特别早,我本想跑过去,想到肚子里的小生命。 我快不走过去。 我说,奇遇,你回来了。 他俯身,在我额头一吻。 说道,嗯,我回来了。 我主动拉起他的掌心。 说道,快来,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他知道,我怀孕了。 我们有孩子了。 奇遇肯定会很高兴。 我将桌子上的礼盒,浇在他的手心。 我说,给你,你快看看,我热切和期待的目光,让他不禁一笑。 他说,让我看看,我们秒秒送了我什么。 他掀开盖子的那一刹那,嘴角的笑容停住了。 随后,拿着盒子的手指,不停地颤抖。 我以为他高兴坏了,没反应过来,我上前抱住他。 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,开心地说道, 奇遇,我们有孩子了。 他喃喃自语道,怎么可能会怀孕? 明明每次都做好错失的,他突然发疯似地摇晃我的肩膀。 大声怒吃道,周淼淼,是不是你,是不是你把安全套扎破了? 你这个处心积虑的女人,我的大脑一片混乱。 我说,奇遇,你在说什么呢? 他突然推开我,大声吼道,滚,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 我的肚子被撞到餐桌棱角,疼痛感瞬间席卷我的全身。 我捂着肚子缓缓蹲下,汗水从我额角快速落下。 奇遇,奇遇,我忍遮痛喊他,可是那个背影,没有丝毫停留的迹象。 我疼,奇遇,不是你说,要保护我一辈子的吗? 不是你让我依靠你的吗? 我颤颤巍巍地扶着桌子,想站起来,可是太疼了,我没有力气撑住身体。 我的泪水夺旷而出,我说,孩子别怕,妈妈一定要救你。 我一步一步爬到对面的餐桌,伸手拿起桌上手机,拨打了急救电话。 我的意识慢慢在消散。 不可以睡,不可以睡,我在心里一遍遍提醒着自己。 睡着了,肚子的小宝宝就会有危险。 过了许久,恍惚中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时,我终于撑不住,昏了过去。 等我睁眼时,只看见了家里的阿姨和妈妈。 阿姨一边哭一边说,夫人,对不起,都怪我想着,给你和齐先生留下单独的空间,就跑到后花园散步了。 都怪我,我张嘴想问孩子,可是喉咙里的灼烧感,让我难以发生。 我说,嗨,嗨,阿姨凑上前问,夫人你说什么? 我听不清,我用手指了指肚子。 阿姨回头看了眼我妈妈。 妈妈摸摸我的脸,轻声安慰道,孩子没了,没事的渺渺,以后还会有的,没了,我的身体抑制不住的颤抖,泪水打湿我的睫毛,什么叫没了,什么叫还会有的。 孩子终究不是以前的孩子了。 我大哭起来,沙哑的喉咙,转化为一阵阵乌液,连哭也没办法完全发泄出来。 妈妈说,行了,哭什么哭,你现在当务之急,是好好养好身子,这样才能为齐家再怀一个妈妈不耐烦的语气,让我的心更加冷却下来。 她接着说,孙阿姨,你这段时间就住在医院,好好照顾她,我先走了,接着传来一阵开门,关门声。 阿姨说,夫人,吃点吧,你不吃这些营养的东西,身体怎么好得起来? 我平静地看向阿姨,问道,齐玉呢,她支支吾吾不敢回答。 我便也不再问。 半个月后,我终于见到了齐玉。 我死死地盯着她,很想看出她能有一丝的异常。 可是没有。 她穿着一件卡齐色大衣,神情没有任何变化,和往常一样光鲜亮丽。 而我如一尾枯草,早已黯淡无光。 我问,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齐玉,我终于问出了,这么久以来,憋在我心里的问题。 我说,是我哪里做错了吗? 她淡淡看我一眼说,我们离婚吧。 我说,哈哈哈哈,离婚,我笑着笑着。 眼泪就溢不住地掉了下来。 我说,我们的孩子被你杀死了。 我激动地向前揪住她的衣领,大声冲她喊道, 齐玉,你知道吗? 我有多期待这个孩子。 为什么呀? 你陪我的孩子,你陪我的孩子,他几步将我禁锢在墙角。 耻笑一声,俯身到我耳边低声说道, 那你把我的云苗苗还来啊。 见我没反应,她突然情绪爆发,嘶吼道,你他妈还给我呀。 周苗苗,你能吗? 啊,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,她为什么偏要娶我。 她动情时喊的,恐怕也是苗苗而不是苗苗吧。 她说,你他妈说话呀,周苗苗,你害死了我的女朋友,我让你血债血偿,怎么呢? 嗯,我抬手擦掉脸颊的眼泪。 嗓音低雅问道,所以,你娶我,就是为了后面报复我,对吗? 她清敏薄唇,看向我的目光里渗着寒气,说的话,像脆了毒的刀子朝我心口袭来。 她说,对,不然呢? 我凭什么娶你这条可怜虫,我就是要捧着你,宠爱你,再狠狠地抛弃你。 她狠利的眼眸,扭曲的五官,无不再诉说着对我的怨恨。 我颤抖着嘴唇说,对不起,齐玉咬牙切齿,一字一句地说,对不起有用吗? 怎么死的不是你呀? 周,苗,苗,门被砰得砸出巨大声响。 齐玉走了,可她说的每一个字,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 片刻,门被推开。 妈妈说,周苗苗,你是不是和齐玉吵架了? 刚刚我看见她脸色特差,你是不是又作了? 你怎么坐地上,周斥,快把你姐扶上床去,这要是把身体搞凉了,还怎么怀小孩? 我麻木地任由他们摆布。 梁九,我深吸一口气,抬头问道,妈,你,我张着嘴,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后面那三个字。 算了吧,周苗苗,一切还有什么意义? 那个答案你不是早已知道。 不爱你的人,永远也不会爱你,哪怕你是她的亲生女儿。 夜晚,我静静靠在窗前,抬手轻轻地抚摸着肚子。 喃喃自语道,都是妈妈的错,要偿命,也是该拿我的命,不是你的呀,宝宝肯定很害怕吧? 没关系,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 我跨进浴缸,缓缓躺下,水瞬间没过我的身体,就像当初被推进池塘那样。 我没有犹豫地拿起一旁早已准备好的刀片。 下一秒,鲜红的血液泵涌而出。 我靠着浴缸慢慢下移,直到水淹没我的头顶。 窒息感渐渐吞没我的意识。 只是这一次,没有人再来救我了。 云渺渺,对不起。 闭眼前,我心里只剩下这一句话。 我死后,化成了一缕魂魄,飘荡在病房里。 最先发现我的是小护士,吓得她尖叫,瘫软在地。 我的妈妈最先赶来,她抱着我的尸体。 哭得喘不过气。 我的丈夫齐玉最后才到。 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,没有一丝一毫的伤心。 她离开后,我的魂魄也不由控制地,跟在她的身后。 她去了我们婚房,推开门。 地面上的血迹,让我也感到触目惊心。 齐玉忽然抬手,捂住眼眸嚎啕大哭。 齐玉,原来你也会难过吗? 这些刺眼的血,是我们孩子的呀。 我冷眼地看着齐玉的眼泪。 让我血债血长的是她,让我去死的也是她。 她有什么可难过的? 齐玉不是应该开心吗? 终于为心爱之人报仇了。 她在酒窖喝得烂醉如泥。 抱着我们的结婚症,一会哭一会笑。 她这是得精神病了。 淼淼,淼淼,齐玉哭喊着我的名字。 我突然觉得,她好像一个渣男。 她要是现在抱着云淼淼的照片,我还能称赞她一生情种。 这会,她倒是反复抚摸着我们结婚证上的照片。 我忽然想起来,我和齐玉好像就只有这一张合照。 当初,她说公司太忙,没有时间拍婚纱照。 现在想来,恐怕她想一起拍照的人,不是我吧? 齐玉连公司也不去了。 每天待在这个地窖里喝酒。 才三天,她就邋遢得不行。 昂贵的衬衫上,染着一滩滩红酒的污渍。 眼眶凹陷,眼角下的黑眼圈,日益明显,青涩的胡须浮于表面。 若不是亲眼所见,我真不敢相信,这是那位永远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齐玉。 她狼狈地爬起,我默默跟在她的身后,好奇她要去呢。 齐玉去了我们的房间。 她翻出了我的衣服,小心翼翼地捧着上了床,埋头在我衣服里蹭来蹭去。 似乎在闻我的味道。 翻身时,她身体一下僵住,双眸呆滞地看着床头柜上的DIY房子。 这是我准备送给齐玉的另一件生日礼物。 我每天着急下班,就是想快点拼好这个东西。 我们的婚房,不过是她以前随便买的一处房产。 装修得像酒店,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。 但是,小小的玻璃罩里,装着的是我生命的一切。 门口插着一块小木牌,上面写着,我们的家。 房间里依偎着幸福的一家三口。 齐玉又哭了,她的哭声,让我这个鬼都觉得很吵,真担心,马上就有人来敲门投诉了。 下一秒,门铃真响起了。 齐玉自顾自地哭着,没有响管的意思。 可敲门的人,也没有要走的意思,声音越来越大。 楼下突然传来了周斥的声音。 齐玉,你这个人渣,是你把我姐姐害死的。 在她住院期间,你没有照看和关心过她一天,是你害死她的。 你赔钱。 你赔钱。 我望着楼下周斥那张猙獰的脸,觉得可笑。 周斥也知道,住院是需要家人关心,可是我每天受到的,都是他们的冷言冷语。 没有人照顾过我的感受。 他们只在意,我还能不能生育。 还能不能为齐家生下一个小孩。 齐玉眼底燃起一股怒火,向头即将爆发的狮子,大不留心走向楼下。 开门,二话不说,直接朝周斥一拳奏去。 两人在楼下打得难分难舍。 我看得心花怒放。 齐玉掐着周斥的脖子,一把将她撂倒在地,冷笑道,周斥,你别以为我不知道,你家都是怎么对渺渺的,周斥抬手失去额头上流下的血,眉毛轻挑,嘴角扬起一抹兴奋的笑容,说道,齐玉,你这是在心疼她吗? 你娶了她,宠着她,碰着她,不就是为了让她沦陷?好狠狠地报复她吗?现在我姐死了,你装申请给谁看啊?说完周斥便哈哈大笑起来。 笑完后,周斥继续说道,可惜啊,齐玉,你恨错了人,云渺渺是为了救我姐淹死的,但把我姐推进湖里的,是我,齐玉愣了几秒,攥着周斥的衣领问,你说什么? 周斥笑得猖狂,她说,我说你恨错了人,我姐不是想不开寻死,也不是不小心掉下去的,是被我推下水的,齐玉呆呆愣在那,脸上血色尽湿,随后整个人像脱了骨一样,滑落在地,久久不能回神。 只剩下周斥的狂笑声,回荡在寂静的院里,半晌,贪坐在地的齐玉,疏然跨到周斥面前。 她掐着周斥的脖子,一把将它撂倒在地,铺天盖地的拳头,西数落在周斥脸上。 齐玉的秘书和我妈妈,怎么拉她都拉不动,她就像风魔了一般,机械地狂揍周斥,周斥鲜血淋漓地躺在地上。 一张脸已经没有了完好之处。 没多久,保安来了,不然周斥的小命就得丢在这了。 齐玉失魂落魄地回到屋里。 她站在血迹斑斑的餐桌前,突然躺在了我曾躺下的地方,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。 我仔细看去,发现竟然是我在浴室用的那把刀片。 它什么时候带来的? 我意识到它要做什么,我想去抢夺它手中的东西。 可是我像空气一样,穿过它的手掌。 它凭什么死,我就要它永远活在痛苦中。 这样才对得起我那可怜的孩子。 可我无能为力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,用刀划过自己的肌肤。 血液从它手腕下滑至地面,慢慢与地面上早已干涸的血融合在一起。 它的眼角滴落出一颗泪水。 低声说道,苗苗,对不起,我来了,我心里早已骂它一万遍。 渣男,我一点也不想见你。 帆外,云苗苗。 周苗苗,你把教室打扫了,我先走咯。 说完,周斥就像一阵风跑了。 我已经习惯了。 从幼儿园开始,我父母就一直刻意安排我们在一个班,叮嘱我,要好好照顾弟弟。 好不容易高二分科的时候,知道他选了理科。 我想也不想填了文科。 我只想摆脱这个枷锁。 可是,我发现我错了,周斥还是会不停地来麻烦我。 他说,周苗苗,我的午饭盒,你给我洗了。 周苗苗,我渴了,你去给我买瓶饮料。 周苗苗,帮我写作业。 我要是不愿意,他就会把父母搬出来,压我。 周斥的性格越来越恶劣。 我只是没想到,有一天他竟然敢推我下壶。 周斥说,周苗苗,爸妈生日送我的十万一只的表吊壶里了。 你去给我找,我根本不会游泳。 他明明知道。 我说,我不去,要去你自己去,我转身就要走。 他突然伸手推我掉入湖中。 我慌乱地在水里扑腾,湖水一下一下没入我的头顶,淹入我的口中,让我没办法张嘴呼叫。 他站在湖边,哈哈大笑。 我渐渐没了力气,一点点沉入湖里,湖面慢慢趋于平静。 等我醒来,我已经躺在了病床上。 妈妈说,你这死孩子,你差点害死你姐姐了,你知道吗?就这么轻轻一笔带过,好像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实的。 妈妈说,苗苗,你怎么样了? 我问,妈,救我的人呢? 我知道周斥也不会游泳,即使他会,他也不敢下来救我。 我清楚地知道,我这个弟弟有多么的胆小、懦弱。 小时候,他弄坏了家里的什么,都会说是我弄坏的,爸妈也永远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 妈妈说, 苗苗,那个女孩子没上来,死在湖里了,她又赶紧补充道,妈妈是想弥补她的,可是她是个孤儿,但是妈妈已经给她买了一块最好的墓地。 死了,我从床上起来,几步跨到周斥面前,用力地朝她脸上扇去。 我说,周斥,你是人吗? 你知不知道,你害死了一条人命,下一秒,啪的一声,我的脸颊火辣辣地疼。 我捂住脸,眼底心红地看着妈妈。 她问,你干嘛打你弟弟? 你疯了吗? 儿子,给我看看,还疼吗? 妈妈一脸心疼地捧着周斥的脸。 看着这一幕,我的心脏就像被银针来来回回地穿梭,疼得无法呼吸。 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,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地不在意? 我去到墓园,见到了那个女孩子。 照片上的她,洋溢着甜美的笑容,这么漂亮,年轻。 因为救我,死掉了。 我跪在她的墓碑前,哽咽着,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。 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,云渺渺。 原来她也有人爱。 番外,奇遇。 一切都在按着我的计划进行,只是我没想到,周渺渺怀孕了。 愧疚赶向洪水猛兽,煞时湮灭了那一丝难以察觉的信息。 我还记得,渺渺窝在我怀里,给我看网上的小孩子视频,问我喜欢男孩还是女孩。 我说都好,我现在有孩子了。 可是,却是雨害死她的人,我该如何去面对她? 我想逃离这个让我难以呼吸的地方。 周渺渺抱着我,不准我离开,看着她脸上的泪痕,我的胸口像被撕裂一般做疼。 泪疚和痛苦,像两股势力在我身体里来回拉扯。 我最终咬咬牙推开了她。 我听见她喊我的名字了,可是我不敢回头,不敢看到她含泪的眼睛。 我怕我一转身,就走不了了。 那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切,还有什么意义? 回到公司,我接到了保姆的电话,说孩子没了。 我举着电话长谎迷离。 我不敢细想那天发生的一切,我没日没夜的工作,把自己囚禁在那一方小小的办公室。 某天,特助突然请假,说回去照顾生病的孩子。 我所有的盔甲,在那一瞬间被击溃散落。 我的孩子,被我亲手害死了,挂完电话,才惊觉自己脸上不知何时早已挂满了泪珠。 我不想再继续这场计划。 我去医院见到了周淼淼。 她脸色苍白,毫无生机地躺在病床上。 我强制地压下,心中那一股即将破土而出的懊悔。 指尖紧紧地掐入掌心,故作云淡风轻地说出离婚两个字。 我的胸口随之漠然一疼。 她冲到我面前,一遍又一遍地让我陪她的孩子。 理智的一根弦,啪哒一声断了。 我一股脑地把计划全盘拖出,我真的没有想过告诉她。 我只想快点离婚,结束这混乱的一切。 她问我,娶她就是为了报复她吗? 我们之间的那些回忆,像潮水一般涌向我。 我不能否认,我的女朋友渺渺被他们家急促地火化,我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。 谁又能理解我的痛苦? 那些恶毒的话被我脱口而出。 我不敢看她得知真相后崩溃的一面。 我明明成功地伤害到她了,可我却像战败的士兵,落荒而逃。 这样也好,她肯定同意和我离婚了,我在心里反复地安慰着自己。 第二天早上,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,说我夫人去世了。 我下意识地反驳说,不可能,打错电话了。 慌乱地挂掉电话。 我手指抖动地不停牵着堆积的合同。 一直被别人夸赞的字,歪歪扭扭地爬在甲方签名处。 我停不下来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完全无法思考。 秘书的敲门声,呼喊声,也统统被我屏蔽。 直到她抽出我握在手中的钢笔,谨小慎微地说,周家打电话来,说,夫人自,自杀了。 我拿起桌上的烟灰缸,狠狠砸在地面,吼道,不可能,周淼淼怎么可能会自杀,一定是骗我的。 我现在就去医院看看,她到底想做些什么,还未到她病房。 我就听到了周母的哭声。 我不死心,急步走了进去。 病床上,一张白布盖着的身形映入眼帘。 我的脚,梳得定在那,无法动弹。 她死了,我该开心才对。 可回到家,看着地面上的血迹,密密麻麻的悔恨、恐惧、脚痛,在我身体里汹涌搅动。 泪水如雨水一般冲刷而下,模糊了我的视线。 血变得若隐若现。 悲痛万分的我,只能靠着酒精麻痹着神经。 我不敢清醒着。 不然,我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每分每秒。 我突然想起,苗苗身上总是有股淡淡的山茶花香味。 回到卧室,我翻出她的衣服,嗅着她留下的味道,才能感受到片刻的安心。 我却意外看见了那座小小的拼房。 我们的家,四个字刺眼地冲进我的视觉里。 温馨的一家三口,依偎在那。 原本这一切,我都有的。 是我,是我亲手摧毁了一切。 她弟弟说,是我逼死她的。 可那又如何,是她先害死我的女朋友? 对,没错,就是这样的。 周斥却说,是她害死的。 我恨错了人,我顿时,像被人抽走了全部的精气,贪坐在地。 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,逼死了自己的妻子。 到最后,却说我恨错了人,报复错了人。 我的那些计划,就是个笑话。 我还有什么理由还活着? 我最爱的人,都因为我死了。 我什么也没有了。 我躺在那片血泊里,我要与他们在一起。